老郭那位相国贵司,就偷偷地出城,去看齐国的美女,谁知一看就入了米,当然啦,这八十位美女都是万里挑一的,人又生得漂亮,衣着又华丽,歌舞又新鲜,个个都是经过特别练过的嘛。 那比起老郭那些吐来吐气的歌舞,当然是天冤之别啦,那个贵司就看到忘了,饭都不记得吃,真是意乱神迷,云霄拍档啦,老郭国军一日三次召见他,他居然理都不理,看美女就比见主公啦,一直到第二天, 贵司才入宫见国军,原来呢,老定公呢,因为刚刚接到齐景公那封国书,就找上国来到商议对策, 问下,问上国接不接受齐国这份后礼好,贵司早已经去看过那帮齐国美人的嘛,恨得我都留在那里啦,哪里会说不要的,他立刻对老定公说, 主公啊,这些都是齐后一片心意,怎么能够不要的啊,主公一定要收下来啊,一定要收下来啊,那位老国军呢,听到这么说,也有点动心了嘛,呜呜呜呜呜说,就不知道那帮美女怎么样的呢, 啊,贵司就乘机说,主公,不如神带主公出醒外面看一看啊,老国军就立刻吩咐准备车马, 贵司又说,主公出醒,怕会惊动百官哦,不如换套衣服,静静去好哦,哈哈, 啊,那位老国国军啊,都没见到齐国美女,就已经这么心急了啊, 一会儿就脱下国军衣服,换上套便衣,就带几个徐宠, 由上国贵司来到带路,坐马车一直出醒去到南门, 齐国那边呢,这次呢,本来就是想引这个老国国军入圈套的嘛, 早就找人来打探动静的啦,知道老定公微服出来, 齐国使者呢,就立刻吩咐那帮美女, 现在老国国军亲自来看啊,你们要给点心机唱,给点心机跳啊, 于是,八十位美人,就分做十队, 轮流出场,哎,什么本事都拿齐出来了, 十队美人,出出入入,斜斜地转, 人来歌喉转交, 慕咒争议,将老国军神两个, 看得手没捉到, 望了影, 贵司呢,又对老定公说, 主公啊,这边是西棚, 那边东棚呢, 还有一百二十匹好马, 是不是主公顺便去看一看呢, 嘿嘿嘿, 这边美人都看不及, 还需要去看马吗, 老国国军一直看到半夜才翻入宫, 那晚啊, 啰啰乱整晚分掌, 第二日美天光就照上国贵司来, 吩咐他即刻回封信, 多谢齐景公, 又打上了百两黄金给齐国的侍者, 将齐国的美女和马匹通通收光, 认为上国贵司是有权有势的人物来的, 老定公就将三十位齐国美女上赐给贵司, 自己都留了五十个在宫中, 好了, 从此君臣两个日夜顾着喝酒听歌, 沉醉在温柔乡, 什么国家大事一概不理, 文武百官就一个都不见, 这么个位一心要搞好老国的大师扣孔子, 知道这件事就想去求见国君劝他, 知道老定公对孔子是敬而远之, 硬是不肯见他, 孔子急也急不来, 劝也没办法劝, 就整天看着哀声叹气, 孔子的弟子子路就去劝孔子了, 主公既然沉迷女色不理国事, 夫子不如离开老国另谋出路吧, 但是孔子呢, 刚刚将老国搞得好地地的, 就不舍得离开, 一心想望老定公会回心转意, 他就对自己那帮学生说, 就快到大祭日期了, 主公要去郊区拜祭天地, 到时见到主公再劝他, 看个点先了, 过了无奈, 到了大祭之期, 按规定, 国君要去郊外拜祭天地, 那天老定公就不能不去, 知他的心就挂着宫中那帮美女, 哪里有心思去拜祭, 突然到处就马上走人回到宫中, 文武百官一个都不见, 那本来按照旧时的规矩, 拜祭天地之后, 就将拜祭用过的生口的肉, 由国君亲切来分给大夫, 表示对大夫一种慰问和赏赐, 一年一次这件是很大件事来的, 哈哈, 那位老定公就顾着陪美人玩, 就叫上国贵司去主持这件事, 上国呢, 也一样家里收藏着一大批齐国美女在那里, 也不理得那么多, 就将婚育这件事就教给家臣去做, 家臣就推给下边, 一层推一层, 结果被下边的人自己分了, 朝中大夫一个都没有份, 那位孔子就跟随着国君去拜祭天地, 拜祭员就在家里等国君分祭欲, 怎么知道一只等到天黑都没见送来的, 啊, 连这么大件事都可以不理, 可见国君呢, 已经神魂颠倒到忘乎所以的地步了, 孔子就看见了, 孔子就这样知道已经无能为力, 他就长叹一声, 啊, 我的主张没办法实行, 明中注定明雅明雅, 这回孔子就下狠心离开老国, 去另谋高走, 去宣传自己的主张, 这个呢就有名的孔子周游列国了, 这回呢, 齐景公用了大夫黎尼这条美人计, 果然将这位大圣人孔夫子赶走了, 那孔子走之后呢, 路国果然开始衰落, 孔子离开路国那时候呢, 已经五十五岁了, 这么大年纪去周游列国, 旧时交通也很不方便的嘛, 到处奔波, 旅途拔洩, 也都确实很辛苦的, 好在孔子呢, 他那几个入室弟子, 子路, 严有几个学生呢, 也都持观跟随着夫子, 一路照顾着他, 孔子就由五十五岁, 一路到六十三岁, 到处拜见国国的诸侯, 想推行他那套儒家学说中庸之道, 那孔子呢, 是主张天子自天下, 诸侯自本国, 要用礼乐仁义来求统一, 反对打仗, 那时代呢, 正是东周的后半期, 周朝天子呢, 得过名, 诸侯的权力呢, 又开始分散, 各国大夫掌权, 是互相兼炳, 是社会上发生大变动的时代, 故事呢, 孔子那套学说呢, 就不合潮流, 就没人肯听, 他去到惠国, 那因为他是有名的圣人来的嘛, 惠国国君就很隆重地接待他, 谁知一谈谈呢, 惠国国君就请教他, 怎么行军步阵打仗, 这位圣人就只要宁宁头, 哦, 只会讲仁义道德, 以礼治国, 没学过打仗的, 哈, 话不求机, 孔子就只好离开惠国, 去宋国, 到了宋国康城那个地方, 突然被当地人围着在小山坡上, 当地的百姓, 个个拿着和叉铁棍刀枪剑柄, 要来杀孔子, 哎呀, 奇了, 孔子都没得罪过宋国的人的嘛, 为什么会突然被人围着要打要杀呢, 原来呢, 路国有个叫做杨虎的人, 曾经在康城杀害过康城的百姓, 康城的百姓最恨杨虎, 好衰不衰, 孔子的样子都生得和杨虎一模一样, 顾子康城的百姓一见到孔子来呢, 以为是杨虎回来, 就集齐人来刀枪, 来来要围攻孔子, 孔子的那帮学生呢, 就想保护着孔子冲出去, 要和那帮人打过, 孔子就说, 我和康城的人无冤无仇啊, 他们无端白事包围我, 一定是误会的而已, 孔子心平气和, 坐下来都弹琴, 果然, 包围着孔子那帮百姓呢, 看到孔子像弹琴那样, 就觉得奇怪了, 啊, 这个白衣公那么斯文, 是个文人来的嘛, 又不像是那个杀人的羊虎啊, 康城的百姓呢, 就无功上来, 只不肯放他们走, 就围着在那儿, 围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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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日, 好在, 惠国国君就派人来追回孔子回去, 想请孔子回惠国, 这样才搞清楚, 原来一场误会, 将圣人当做大坏蛋, 孔子虽然没有被人打餐, 天下有名的圣人来的, 那留住在惠国做个招牌, 对惠国的明星大有好处嘛, 故事呢, 即刻又派人来接孔子回惠国, 这位惠国国君的夫人呢, 就叫做南子, 南就是东南西北的南, 南子呢, 是惠国有名的美人来的, 但是呢, 生性淫荡, 和那些大夫勾勾勾搭搭, 臭名远仰, 在惠国呢, 名声是最坏的, 唯独是那位惠国国君呢, 一美贪他漂亮, 就什么都习不知, 就什么都没理, 这位夫人南子, 就知道孔子来了惠国, 他就附庸风雅, 就想结交一下名人, 想利用孔子, 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他就要召孔子入宫, 这回就难到这位大圣人孔子了, 孔子是最讲究礼乐, 讲道德, 讲精粗的嘛, 那这个惠国最出名不三不四的女人, 要召见自己的, 那怎么办呢, 照道理来说, 圣人就肯定不肯和那些没有道德的人交朋友的, 知道这位男子是国君夫人来的嘛, 现在你要投靠惠国, 你怎么敢得罪他呢? 孔老夫子就只好硬着头皮入宫, 拜见男子, 出来以后, 孔子那些学生就来质问老师了, 夫子, 你平日教到我们交憑接友要慎重, 不要跟那些小人接近, 那怎么你又去会见那个这么坏的女人呢? 这回年, 我满吐学问能言善变的孔子亦无话可说, 真是亚仔食王年有口难言, 谁知道还不止这样呢? 那位男子接见了孔夫子之后, 他觉得和这位大文学家, 大圣人当朋友很光荣, 过了几天, 男子要为国国君, 叫孔子来, 一起坐一部马车出外, 让多些人见到显下威风, 好了, 这回就真是好看了, 一部马车, 中间就坐着那个昏君惠宁公, 一边就坐着一位杜茂岸然的圣人, 孔老夫子, 一边就坐着一位如花似玉, 臭名怨阳的夫人, 男子, 那位惠宁公呢, 觉得又有美人, 又有圣人陪统, 十分威风, 左顾右盼, 夫人男子呢, 觉得自己是国君夫人, 已经有权有势了, 现在还有一个这么有名, 这么有学问的圣人来陪统, 就更加神态囂张, 孔夫子真是惨了, 明知是拿自己来做招牌, 拿来游街那样游的, 咬低头, 扁你的嘴, 缩住肩膀, 眉上双眼, 好像送笨那样, 街上的百姓见到这样, 有些就掩着嘴来笑, 有些就摇头探色, 有些就生得蹬脚, 第二天, 满城那些议论, 原来有学问的圣人, 和没有道德的女人, 都是坐在一部车, 混在一堆的, 孔子听到之后, 长叹一声, 啊, 国君都是迷恋美人, 哪里是看得起有学问的人的, 孔子就立刻带来那些学生, 不辞而别, 就跑去曹国, 曹国是个小猪猴国来的, 就不肯接待孔子, 孔子就叫他走去宋国, 只去到宋国, 也没人肯理他, 哎, 没办法啦, 孔子就照在一棵大树下边, 来对学生讲火, 谁知道呢, 这样都不行, 宋国的江拳大夫呢, 就怕死国君会重用孔子, 又怕了他那套仁义道德的学问, 就派人来连那棵大树都斩敗, 那还算是先礼后兵嘛, 说明如果还不走呢, 就连孔子都杀了, 吓到孔子就留下走人, 几经奔波就走到郑国, 到了郑国, 孔子就跟那帮学生失散了, 那帮学生呢, 急得满头大汗, 到处去找老师都找不到, 周围的问都没人见到, 后来你就问到过路人, 那位过路人就说, 我又没有见到什么圣人嘛, 只是在东门外, 见到有个白夜宫, 好像无家可归的野狗那样站在那儿, 都已经站了很久了, 不知道是不是你那个老师呢, 那帮学生呢, 即刻去到东门口, 过然见到孔老夫子, 垂头喪戏, 两眼定定站在那儿发呆斗, 学生找到孔子之后, 就将刚才过路人那番说话, 就告诉他听, 孔子听到他笑了, 哎, 他真是说得对, 我现在真是像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狗, 哈哈哈哈, 这位平日最宣扬礼节, 马车衣着都说要很讲究的孔子, 这回就马死落地, 走自己笑自己, 就变成一只桑家狗那样了, 是不是齐国熬了一轮就没人理他, 这位空怀大致满吐学问的孔子, 就是这样, 在惠国, 陈国陈国和蔡国之间来来往往, 到处奔波, 但是最终都没有人肯用他, 后来, 楚国知道孔子有学问, 就派人来请他去楚国, 谁知就被陈国和蔡国两国知道, 那陈蔡两国和楚国是敌对的, 怕死楚国用孔子, 就派人去围攻, 就想收了孔子回来, 一年围攻了三日, 孔子三日未吃过一粒米, 几乎饿死了, 好在到第四日, 楚国派兵来解围, 先将孔子救出来, 那么孔子到了楚国, 楚王, 本来就想封一大片土地给孔子, 留他一席当大夫的, 谁知楚国的灵魂就反对, 他说孔子是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 他那帮弟子有文有武都是人才来的, 如果封了那么大片土地给他, 将来他势力越来越大, 大王你就管都管他不行的, 楚王一想, 那又是吧, 于是呢, 也没有重用孔子, 孔子那时候呢, 也已经搞到心灰意冷, 只要离开楚国, 经过惠国就返回到老国, 孔子离开老国那时候是五十五岁, 回来就六十三岁, 周游列国就游了差不多十年, 本来想找个大官来做, 实现一下自己的理想, 谁知一事无成, 年纪也都随随, 路易了, 孔子呢, 就再不打算在官场那次专营了, 日甚日异, 将精力放在教学和写作上面, 从此, 孔子呢, 就一直留在老国, 也再没有做官了, 只是教学和写作, 一直到七十三岁那年就死了, 孔子死之后, 历代的封建帝王都十分恭维孔子的, 封他为大乘智姓文宣王, 后来就改为大乘智姓先师, 天下都设立文庙, 每年春秋移祭, 那封建时代将孔子当作崇拜偶像, 将孔子的儒家学说呢, 就处于显鹤独尊的地位, 这些呢, 当然是由于孔子, 他的学说呢, 是维护了封建统治阶级利益, 那今天我们当然不会说将孔子当做圣人那样歌颂啦, 但是呢, 孔子对我们古代文化的伟大贡献, 和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是应该大力肯定的, 孔子的制定六经, 保存了三代旧典, 比如他写的春秋, 就是一本偏年看历史来的, 他将公元前七二二年, 到公元前四八一年, 期间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整理出来, 那孔子整理春秋, 目的就是要正名分, 由煲有扁, 所谓要洗到乱晨拆纸巨, 那这本书呢, 就将封建等级精神充分体现出来, 是一部很有名的著作来的, 孔子写了很多很多东西, 其中呢, 当然呢, 很多都是封建的东西, 但是呢, 孔子也有很多十分精辟的见解的, 比如在学习上, 孔子提倡虚心向人家学, 所谓三人行必有我思, 孔子提倡要学就要闻, 有我学而是习之, 不亦越苦, 他又提倡言行一致, 要听其言, 而观其行, 他又讲究学习上, 要实事求是,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所谓不懂就不要装懂, 孔子要求自己学而不厌, 不知勞之将至, 你们这样的学习精神, 就算在今天来说, 亦是十分值得我们借鉴的, 不只需大声喝退勾钱和范礼, 跟着吴子须就对扶叉说, 大王, 飞鸟飞在青云之上, 我们上车要弯弓射它下来, 何况这架飞鸟已入牢笼, 怎么能够放它飞走呢? 勾钱为人奸险狡诈, 今日已成望中之鱼, 农中之鸟, 故此装成一副可怜相, 被共屈失低声, 下起来引大王动心, 如果今天不杀了他, 万日日日日给他得知, 那又如放腐归山, 仲情出海, 不可收拾的了, 大王, 千奇迷深远, 神请现在就斩了勾钱, 付差就有点猶豫了, 你以为华人, 难道对越国有什么偏爱吗? 你以为真的不舍得杀勾钱吗? 不过听说, 杀了投降的国君, 会祸言子孙的, 那时, 那时太宰百屁就出声, 对了, 大王就真正是一位仁义君王, 多行善事, 安国之道, 那大王既然已经答应了, 上国又何必多言呢? 那个吾皇扶叉, 日日日要项头项脑, 吾子衰就见到白痞, 说真的, 阿尔奉承, 又似是而非的威力, 那那个吾皇扶叉, 又听了白痞那套, 激动吾子衰, 一尾头大气, 无话可说, 就瞪了眼勾钱和民总, 大步就走出皇宫, 扶叉呢, 就叫人在他祖父合雷的坟墓旁边, 用石头就建了一间石屋, 将勾钱两夫妻, 就扁去石屋那里煮, 哇, 那间用石头砌的屋子呢, 又矮又细又塞又暗, 兼夹不通风, 简直好像一座死囚的监仓样, 扶叉还要勾钱两夫妻, 换上一套骚髒的监犯衣服, 披头散发, 整个乞衣那样, 每日你就帮他喂马, 打数马房, 做了那些追下箭的奴博功夫, 他还犹豫加以侮辱, 他每次坐马车出巡, 就叫勾钱拉着马姜行在前面, 那吴国的人就个个指着勾钱来笑, 这就是越黄欧钱, 看他的衰章, 真是测读了, 欧钱呢, 摔下头, 双眼望地, 任由人家来都侮辱的少, 哈哈, 堂堂一国大王, 今日落到如此地步, 也确是几难顶的, 这个勾钱呢, 亦来顺受, 白衣白顺, 范礼日夜事后在他身边, 寸步不理, 有一日, 符差就召见勾钱, 那范礼就跟着鬼后面, 那符差就见到这个范礼, 对国君这么忠心的, 又知道范礼是个有才华的大夫, 就想收留范礼来做官, 符差就对范礼说, 现在越国都已经名存实亡, 勾钱无盗永世为怒为博, 你又何必跟着他一起挨苦受罪呢, 寡人是想赦免你, 只要你能够改过自身依附吾国, 寡人就重用你为大夫, 安享榮华富贵, 总比现在跟着勾钱, 一世受罪好得多啊, 范礼一年扣了几个头说, 大王, 亡国之臣不敢言正, 败君之将不敢言容, 小臣在越国那时不忠不信, 不能辅助国君, 又未能够劝贱国君, 因此越国得罪大王, 成蒙大王宽洪大量, 无将小臣斩首自罪, 被小臣跟随旧主, 能够为大王奔走伏役, 小臣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哪里还敢望什么富贵呢? 胡叉见到范礼那样说就说, 好了, 你既然不惜台举, 你就跟着勾钱回去石屋那里住, 在服侍勾钱, 于是范礼呢, 就跟着勾钱, 返回石屋那里, 从此, 勾钱就穿着条牛头褲, 戴着粒帽, 每日眉天光, 就上山割草来到喂马, 勾钱夫人呢, 也穿着烂衫烂褲, 鸭膏三袖, 每日丹屎丹尿, 来到打数码房, 饭礼就斩柴打水煮饭, 风吹日晒, 吃没饭好吃, 又睡没觉好睡, 又累又饿又辛苦, 熬到他们三个形容潮水, 骨手如柴, 吾黄扶叉呢, 还经常派人去监视, 看他们三个怎么样, 啊, 见到他们三个做事, 就够了诺力, 而且又没听到他们有什么发牢骚, 那个扶叉呢, 还没信得完, 怕他们故意装出来的, 每晚还怕人躲在石屋旁边, 听他们有没有静静, 说什么哄气的说话, 也没听到什么动静, 慢慢的扶叉就不以为意, 以为勾钱已经伏了, 再不敢喝什么非非之想, 扶叉就放心了, 日子一日一日过去, 转眼就过了三年了, 又一日, 扶叉就在姑嫂台上喝酒, 就望见勾钱和夫人, 就坐在一堆晒干的马份那里, 范蕾就双手下垂, 公公敬敬, 站在后面来的事后, 扶叉就对身边的白痴说, 越国不过是个小国, 勾钱是个亡国之君, 范蕾不过是个亡国之臣, 在患难中, 他就既然保持君臣之礼, 确实是挺得人欣赔的, 白痴就乘机说, 大王, 何止得人欣赔呀, 真是值得可怜呀, 扶叉就说, 是咯, 华人看见他这么可怜, 也有点心愿, 如果他确是悔过自身, 太宰, 你说可不可以赦面他呢? 当然可以了, 当然可以了, 大王, 好心必有好报, 大王以圣言之心, 怜悯穷困之人, 如果赦面了勾钱, 他一定感激无限, 以后会报答大王因得的, 扶叉就说好了, 那就叫太史尖之挂, 选个吉日, 放他回到越国是吧, 白癖听到这么说, 急刻就派人, 半夜就偷偷报给勾钱之, 勾钱十分欢喜, 日夜都要等候佳音, 谁知赦面勾钱的消息呢, 就被五子衰知道了, 他就立刻入宫拜见大王, 对扶叉说, 大王, 当年杰王, 酬禁, 湯王就没杀到他, 咒王逐了民王, 也没杀他, 结果呢, 到头来, 杰王、咒王, 反而被他们杀了, 国破身亡, 如今大王逐了勾钱, 不但不杀他, 反而想放苦归山, 大王, 就怕因朝下朝滅亡的旧事, 会在我们吾国发生啊, 胡参这个人呢, 本来就空无城府, 站不定主意的人来的, 听到五子衰这么说, 也确实有点害怕, 就想杀了勾钱, 胡参就派人, 召勾钱入朝建家, 那个太宰白癖, 也听到消息, 立刻就派人报给勾钱知了, 勾钱本来就知道, 吾皇要放他回去的, 正是十分宽利在日夜, 等候佳音啊, 怎知突然间晴天霹靂, 听说吾皇听从了五子衰主意, 要杀了自己了, 勾钱就怕到面无人色, 哎, 果然难逃五子衰的独守, 挂人这回就必死无疑了, 范脸就劝着他说, 大王, 不用这么担心, 吾皇酬金大王已经三年了, 三年都没杀大王, 现在一夜之间, 不如想杀大王, 他不会这么忍心的, 何况还有百匹在帮忙, 五子衰就拗不过百匹的, 大王放心啊, 勾钱就只好硬着头皮去见腐叉, 怎知在皇宫外面足足等了三日, 吾皇腐叉都没召见他, 后来就见到百匹在皇宫出来, 说奉大王之命, 叫勾钱回去石室待命, 范脸就偷偷地问百匹, 为什么又叫勾钱回去呢? 太宰百匹就说, 大王本来听从了五子衰的主意, 打算杀了月王啊, 故事就召他入宫, 怎知大王刚刚得病不起得床, 我乘机入宫, 劝大王多做善事, 病中不要杀人多, 即善丹, 故事大王叫你们回去, 等他病好以后再算, 范脸就千多得万多借这个白匹救命之恩, 君臣两个就返回石屋那里了, 这回勾钱真是大病了, 死女逃生, 返回石屋, 眨眼又过了三个月了, 范脸就打听到, 吴王扶岔的病还没完全好了, 范脸就对勾钱说, 大王, 这次我们有机会, 可以讨好吴王, 使得他放大王回回越国了, 勾钱一听就十分欢喜, 怎样怎样, 有什么办法呢? 大王, 办法就有, 不过, 不过要委屈一下大王, 哎呀, 寡人都已经见到为人奴博, 任人鸡笑欲骂牛马不语, 还有什么事不做得出啊? 大王, 扶岔虽然已经病了很久, 但是神打听到, 他的病并不是什么绝症来的, 只要天气好转, 就会好的了, 大王就请白披, 带大王入宫去问候扶岔, 如果上天自幅, 大王能够入到宫中, 那大王无论几恶底, 都要想办法, 拿到扶岔的分辨来都试一下, 然后就恭喜扶岔, 说他的病三月初, 就一定会完全好了的了, 那到时, 如果他的病真的好了, 他必然就会感激大王, 那时呢, 自然就会赦免大王回归越国的了, 欧钱听到敢说, 当堂眼泪都飙出来, 什么话, 什么话, 要我, 哎呀, 华人虽然今天, 华人虽然今天淪落为奴博, 自道帝都曾经南面称王, 是一个国军来的嘛, 今天居然战都要试人家的分辨, 这样的事, 乖人怎样做得出来啊, 凡离就劝着他说, 大王, 旧时周王就逐了西伯, 杀了西伯的儿子, 还煮熟了要西伯来吃, 西伯呢, 忍住心痛, 吃了自己儿子的肉, 后来出之成大事, 现在已经事到如今了, 为了要翻翻月窩, 大王也不能计较那么多了, 吾皇扶策, 性情凶残, 但是又容易深远的, 非用此计不能打动他, 大王, 勉为其难, 都要这么做的了, 偶钱听都这么说, 哎, 照忍着气, 立刻去求太再白痴, 说吾皇病了这么久, 自己感激吾皇不杀之恩, 想入宫探病, 表下心意, 我白痴呢, 就立刻入宫就报给扶差听, 说勇钱牵挂大王的病, 再三狠请入宫请案,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那个扶差已经病了很久了, 病中烦满, 听见勇钱就这么诚心, 就说, 好吧, 见下他吧, 白痴呢, 就立刻带着勇钱入宫, 一直就入到扶差, 住那间寝室那里, 勇钱就公公敬敬向扶差请安, 啊, 真是有这么巧, 扶差忽然肚痛, 要去厕所, 勇钱就趁机报上, 说小臣曾经跟东海名医学过医, 看人的大便就能够知道病情的了, 吾皇那帮徐虫呢, 听到这样说, 你喜欢看就看得够了, 等到吾皇出来之后, 就带勇钱入里面了, 勇钱就揭开便筒, 帮着众人面前跪低, 拿些糞便入口来尝试, 然后翻入吾皇的寵室, 一边叩头一边说, 恭喜大王, 恭喜大王啊, 大王好快就会康复的了, 到三月初就完全好了了, 扶差听到这么说就问, 你又怎么知道呢, 小臣刚刚试过大王的分辨, 味道酸苦, 这个人是病情好转的征兆, 故似小臣知道大王就快康复的了, 我个扶差, 听到勇钱感觉真的十分感动哦, 勇钱真的难得了, 有哪个做臣子的, 能够这么爱护国君, 居然能够常国君的分辨来到診断疾病呢, 那时候呢, 太宰白婢站在旁边, 扶差就问他了, 太宰, 怕你也做不到啊, 白婢就说, 神虽然十分爱护大王, 但是要做到这样呢, 那小臣也都挂人之道, 不但太宰做不到, 就算是我太子也做不到, 跟着, 不差就对勇钱说, 你以后就不用回去石屋那里住了, 你便搬去附近的房舍那里住住先, 等寡人病好了, 送你回越国, 勇钱就再三拜谢, 然后翻车, 真是立刻就搬出石屋, 就搬去附近平房那里住了, 那虽然呢, 住的地方还是简楼, 比起那间不通风的石屋就很多了, 那个勇钱呢, 他说虽然搬出来住了, 只要他照样一早, 眉天光摸起床, 上山割草为马, 勤勤狠狠, 得多都不偷懒嘛, 那个吴黄扶叉, 经过勾钱那样说, 试过他的分辨, 降了回他就快康复的好话, 一来心情舒畅, 二来呢, 他的病呢, 本来就不是什么绝症来的, 到三月初天气转暖, 果然整个好了, 福叉的心呢, 就十分感激勾钱了嘛, 就切线招待勾钱, 勾钱呢, 还诈诈帝帝不知道, 依然就穿着一身坐牢的囚衣, 烂身烂细来到拜见福叉, 福叉一见他的样, 他心就更加同情, 就叫他立刻入宫中沐浴更衣, 勾钱就鬼是再三推迟, 有罪之臣不敢更衣, 推迟一番以后, 然后先入宫沐浴更衣, 换他一身光鲜衣服回到入来, 一进到来, 游士跪低, 四脚爬爬就爬到扶叉面前, 吾王扶叉就直立刻站起身, 亲自扶起勾钱, 跟着就下令, 他说, 月王勾钱是个人德之人, 寡人已经决意赦免他, 放他回到月国为君, 今日寡人切宴接待月王, 郭大夫以贵客之礼来到事后月王, 接下来, 郭大夫就请勾钱入座, 就坐正在北面贵宾的席位, 文武大夫呢, 坐在两边事后, 前后三年, 昔日阶下囚, 今为座上客, 五子虽见到吾王扶叉, 以敌为友, 杀祖之仇通通不记得了, 五子虽心中不分, 就不肯入席, 罚咒而去, 太载白婢就说, 大王以仁德之心, 赦免月王, 今日在座的, 都是仁义忠厚之时, 那些不仁不义的人, 当然就不敢入座了, 上国光碧智勇, 此世凌人, 他哪里有面子坐过来啊, 扶叉就咔咔声笑了上来, 哎, 太载说得对, 五子虽目中无人, 哎, 让他走啦, 勾钱和慣礼, 在矽间就在三向吾王敬酒, 日美吹捧吾王, 扶叉就更加高兴啦, 就喝到尽罪放忧, 就吩咐大夫王孙雄, 宋月王勾钱, 就住在迎接贵宾的客馆那里, 三日之内, 送勾钱回报, 第二天一早, 上国五子虽入宫拜见腐叉, 一对扶叉说, 大王, 昨日以贵宾之礼来对待仇人, 日后不堪切上的, 勾钱这个人, 心地狠如虎炮柴浪, 外貌温柔恭顺, 大王只看他的表面, 听到一派阿尔奉承的说话, 日慈起怜悯之心, 放纵心腹之患, 吾国今后永无另一家, 吾皇父亲一听就发火了, 哟, 寡人病了三个月, 又不见上国好言相偎, 又不见上国送什么好的东西来, 孝敬寡人, 那难道像上国那样才是忠臣呀? 你看看月王勾钱, 连自己国家都不要, 千里迢迢来的服侍寡人, 为奴为博, 毫无怨恨之心, 为了寡人的病, 还亲自上寡人的分辨, 这么有人得的人, 如果寡人听从你的说话, 错杀了他, 那皇天也不会保佑吾国呀, 吾子衰又说, 唉, 大皇, 为什么只看着欧钱装甲那面呢? 虽然知道, 狐狸要捕捉野兔, 也一定是缩了四只脚, 然后跳起来撲过去, 今日欧钱, 被供屈失, 正如狐狸叔摆一样, 他是为了将来翻身报仇啊, 市民, 欧钱身为国君, 来到吾国为怒为博, 难道他就真的这么心甘情愿? 大皇, 为什么一点都没有想到, 欧钱又怨恨大皇之心呢? 他装模作样来都尝试大皇的分辨, 貌似悲賤, 实在啊, 他想吃掉大皇的心肝啊, 大皇, 如果再不醒悟, 一定中了欧钱的奸计, 吾国就一定会被欧钱所亡, 大皇, 千万要听神的圈奸, 神知又神知啊, 腐叉就越听越不耐烦, 好了好了, 上国, 别说啊, 挂人自有主意, 不用上国来指教了, 五子水就知道再无办法拦阻, 要门腔委屈, 强忍热泪, 犯犯出皇宫, 到第三日, 扶叉就下令, 在京城的城门外面撤走席, 亲自来送月王勾钱, 离开吾国, 回到月王, 吾国的满朝文武, 都来向月王勾钱, 敬走宋行, 唯独五子水就死都不肯来, 扶叉就对勾钱说, 华人, 这次赦免你送你回国, 你应该念在吾国之恩, 不要只记住过去的冤仇, 勾钱就跪低一边, 扣头一边说, 大王年吻小臣, 今日放臣生还故国, 今后生生世世忠于大王, 创天在上, 实敢神心, 如有相辅, 皇天不佑, 吾王扶叉就说, 好了, 君子一言为定, 来回到月局之后, 好智为智了, 那勾钱呢, 他跪低, 一尾痛屋楼梯, 不肯走, 那月王勾钱呢, 一尾痛屋楼梯, 不舍得离开吾国, 啊, 还是吾王扶叉劝着他, 硬扶勾钱上马车, 范礼和勾钱夫人, 也再三叩头痛屋楼梯, 拜借一番, 然后呢, 那位勾钱先一步一回头, 意义不舍地离开吾国, 勾钱翻到浙江江边, 望见对岸就是自己顾国, 这回真是山穿重修, 天地在清, 勾钱那时就长叹一口气, 啊, 寡人自从词别万民, 千里当囚犯, 自以为葬身吾国, 怎么顾到今天有事重归顾国, 那个勾钱, 他离开越国的人, 一滴眼泪都没流到, 今日苦尽今来, 重返故地, 哎呀, 反而忍不住泪流满面, 对着夫人放声同哭, 那也是的, 当初离开越国的人, 国破家亡死生难料, 欲哭无泪, 现在死里逃生重见光明, 三年受罪满腔悲愤, 故此情怀难甘, 放声一哭, 过了江, 越国大夫民总, 早已带领满朝文武和京城百姓, 在江边来迎接, 一刻时间欢声雷动, 勾钱接回越国的皇位之后, 就对那帮大臣说, 华人失德, 以致国亡家破身为奴隶, 如果不是诸位大夫尽心尽意为国出力, 华人哪里还会有今日呢? 范礼就说, 这个是大王洪福而已, 不是神等的功劳, 但愿大王不要忘记, 吴国石屋看马之府, 那越国就可以兴望, 吴国大寿一定可以报的, 欧钱就说, 华人愿意功领大夫的指教, 于是欧钱, 就派范礼当上国, 兼管越国的军马, 民众就管理国家大事, 一文一武, 就担当起越国的重担, 欧钱自己呢, 为了要復国, 要报仇说此, 日以计夜来到工作, 做到半夜眼睡了, 眼都睁不大, 就拿些山草药煲水, 来淋落双眼那儿, 那些药呢, 有些酸酸稠稠的, 淋落对眼, 那只眼都尺了, 整个人窒醒的, 半夜三更天寒地冻, 脚就冷得想缩住脾斗那儿, 欧钱就拿些雪水来, 撞脚, 冬天故意拿些冰块来出手, 夏天热到飙汗, 有意就搬个火炉入屋, 等你热上加热, 敢来都提醒自己, 不忘石屋之苦, 他呢, 还惊着, 现在做回大王, 宫中舒适的生活, 会消磨斗志, 他还将床上远绵绵的床垫, 拿走, 铺上柴草来当床垫, 这样就躺在硬挂挂的柴草上, 当然十分不舒服的, 有时半夜会硬醒的, 醒了就想想, 在吾国受苦受侮辱的情景, 想想想怎样才能复兴越过, 勾钱用在床头, 在书桌, 在饭桌上面, 都挂着苦到不痕的苦胆, 经常用一条腻来填一下苦胆, 等自己呢, 就不要忘记当年之苦, 月王勾钱, 我身尝胆, 后来呢, 就演变成一句成语, 叫做恶心尝胆, 那勾钱这个人, 为人如何就另作别论, 但是呢, 他为了要復国, 要復仇说始, 严格要求自己, 时刻警惕自己, 磨练自己, 这种克服的精神和决心, 就确实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 那时候呢, 越国呢, 因为已经差不多忘了国的了, 在朝山和扶擦那场决战呢, 一场仗就死了三万人的, 全国的藏丁就损失沉重国家, 元气大伤, 越国又是一个小小的国家, 勾钱为了恢复越国, 他就提出来要十年生罪, 十年交分, 生, 就是生儿育女的生, 就鼓励生育, 增加人口, 罪呢, 就是罪集的罪, 就是收留天下各国, 有才能, 有本事的人, 来到为越国所用, 这个就叫做十年生罪, 十年教训, 就是用十年时间, 来到教育青年爱国, 教育青年年兵年母, 要为国说此, 这个就叫做十年生罪, 十年教训, 勾钱下令, 老年人就不准娶年轻的女子, 年纪太大的女子, 也不准嫁给年轻的女子, 要男女相放, 一件庄的年龄来结婚, 使得子女强壮, 孕妇要生产下, 公家就派医官来帮助, 勾钱每次出巡, 他马车上面, 总是装着饭菜, 在街上, 见到有幼小的儿童, 勾钱是亲自下车来到喂饭, 鼓励儿童的父母要好好来到苦育儿童成长, 每逢浓忙时节, 勾钱是亲自落田, 和老百姓一起耕种, 平日他和百姓一样穿粗暴衣服, 吃的也是清茶淡饭, 不搞什么饮宴, 宫中也不准加菜, 勾钱的夫人, 每日自己直报仿沙, 勾钱又下令, 七年内, 勉修百姓的富税, 那越国百姓, 见到这位大王, 和老百姓同金共苦, 有这么好的大王, 为他死都抵起了, 所以虽然那阵, 越国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但是上上下下同心同德, 努力建设家园, 勾钱又为了哄越吴国欢喜, 宁可自己就熬得好衣, 没有见肉都没有够食, 个个月都派人送份厚礼去吴国, 进贡给胡叉, 向胡叉来请安, 竟然都麻痹吴国, 那吴黄胡叉呢, 见勾钱回去做回大王之后, 啊, 对自己还这么有心的, 个个月依时依后来进贡, 就十分欢喜, 他居然将八百几里土地, 加封给勾钱, 来到鼓励他一片忠心, 其实有一天, 民众就对勾钱说, 大王, 天上高飞的飞鸟, 为什么会被地下人捉到呢? 就是因为人用谷米引他下来吃, 海上游的大鱼, 游于海底, 为什么又会被鱼翁钓到呢? 就是因为鱼翁用香味引他上勾, 大王要报仇国之首, 一定要投其所好, 引扶差上勾, 月王勾钱就问, 那怎么才是投其所好, 怎么才能够引扶差上勾呢? 民众就说, 神有七条计谋, 足可以灭吴国的, 第一, 用重金厚礼, 来到讨好吴国的君臣, 第二, 收买他的粮食, 使到吴国的仓库空虚, 第三, 用美人计, 使吴王温头温老, 无心治理国时, 第四条, 送你最难得的最靓的木材, 同梁公考将, 去引吴王扶差, 收建华丽的公建, 使到奴民商财, 第五, 派人混入吴国做大夫, 使到他军臣不和朝廷混乱, 第六, 挑拨离间山步楼园, 逼使到吴国的忠臣自杀, 或者逃离吴国, 第七, 我们要加紧积聚财富, 操练兵马, 由我们这七条计谋, 时机一到, 我们就可以一举灭吴, 以暴不共大天之手, 月王勾钱, 果然按照民总的计谋来行事, 即刻搜集国中十万匹布, 一百情物堂, 十件很名贵的皮袍, 十船很靓的毛竹, 就送去给扶差, 扶差收到这么厚份礼物, 肯定是欢喜了, 就派人回礼给勾钱, 民总的第一条计谋就成功了, 那吴国的上国五子衰, 见到扶差就越来越顺利, 越来越顺利, 越来越勾钱, 自己的劝奸, 扶差就半句都听不入耳, 唉, 无到办法, 只好青有病, 就不肯上朝, 那五子衰不上朝, 太载白癖就更加得势了, 一夜就陪着扶差, 到处就有了, 有一天, 扶差就问白癖, 今日四景安宁天下太平, 寡人想修建一座华丽的宫殿, 来过下舒适的日子, 你说在哪里修建好呢? 大王, 吴国的风光最好就是姑骚了, 先王在姑骚起了一座姑骚台, 不过呢, 那座姑骚台就太过小气了, 堂堂吴国, 这样的姑骚台就有失体面, 不如大王就改建姑骚台, 将姑骚台起高它, 使它站在姑骚台上, 能够将白癖风光尽收眼底, 姑骚台要带到能够容纳六千人, 那到时我们就集齐恶功美女, 在姑骚台上饮宴, 大王, 这个才是享尽人间之福, 符差听到感觉十分欢喜, 立刻下令, 出重想, 来到收集美好的木材, 来到起姑骚台, 消息一传到越国, 文总就欢喜, 哎呀, 这次是天赐良机, 今天就可以提前实行我的第三条鸡谋了, 文总就立刻奔布给月王勾钱听, 请月王派三千人, 去全国各的深山那里, 来到找靓的木材, 准备送去吾国, 月王勾钱, 就立刻下令, 派三千多人上山斩树, 啊, 怎么知道三千多人, 上山找树, 找了年纪, 总是找不到特别靓的木材, 那三千多人离乡别井, 住在深山野岭, 十分辛苦的嘛, 又知道是为吾国的大王, 暂时起宫殿, 我个个心中怨恨, 就骗了首歌, 也叫做木客之饮, 那首歌仔是这样的, 朝彩目, 无彩目, 朝朝, 无无入山曲, 穷领绝碧, 逃往復, 天不生是, 地不育, 木客何孤鲜, 受此劳酷, 每到夜晚, 在深山野岭, 一人唱就千人和, 盛阴妻厂, 震荡山谷, 月王勾钱, 知道这就十分担心, 就想下令落山船, 文宠就坚持, 一定要找到为止, 啊, 果然是一次崇山俊领, 找到一批又高大, 又粗壮木质, 又坚固无比的木材, 还要找到两棵树, 这两棵树, 整二十个人都抱不上, 这么粗的, 整百几尺高的, 那帮斩树的木工, 个个欢, 跪下着扣头, 来拜祭, 说这两棵树, 是神树来的, 连月王勾钱, 也都亲自上山, 来拜祭过这两棵大树, 然后才下令斩了下来, 将这两棵大树, 运回京城, 整成两条大柱, 用精工量仗, 打磨到光滑无比, 然后呢, 又精心来到雕龙溃风, 涂上黄金丹青, 哇, 越国人人, 见到这两条大柱, 都赞不绝口, 个个都不舍得送给吴国, 是啊, 这两棵大树, 是上天赐给越国的神木, 怎么能够送给人家的, 民总呢, 就说, 这两条大柱, 是上天赐给越国的, 两条柱可以顶得千军万马来用的, 送给吴国, 那就连吴国的国库都会被他扯到干了的, 民总就下令将这两条大柱, 混去江边, 然后呢, 用两条大树, 就拖着这两条柱去吴国, 另外呢, 还送上一大批起屋用的上等木材, 条条条都是又粗又大的木材, 好了, 几船木材, 和这两条大柱就运到吴国了, 民总呢, 就去拜见符叉, 就说东海小臣勾钱, 托大王之福, 最近在崇山拙岭, 找到两棵神树, 木则坚固以上, 勾钱不敢留为自用, 就派小臣来献上神木, 扶叉听到感觉也奇怪, 啊, 什么木这么紧要啊, 就亲自去看, 啊, 一看就欢喜了, 挂人都从未见过, 有这么长这么粗的大柱, 木质又这么漂亮, 手工又这么精巧, 对了, 挂人想起宫殿, 这两条柱, 够了唐王, 扶叉一面重响民总, 跟着就下令收集木材, 准备起宫殿, 吴智岁一听闻的消息, 立刻就赶来江边看, 一见到这两条大柱, 立刻就求见扶叉, 大王, 勾钱送这两条柱来, 是想害吴国的大王, 千万不要受这两条柱, 什么话, 这两棵是神树来的, 是天下难得之财, 勾钱将它整成两条大柱送来, 为何说不要呢, 大王, 勾钱无非, 是想引大王奴民伤财的, 当年, 杰王起灵台, 宙王起陆台, 花费百姓血汗, 出之就忘了国, 大王千万不要上当啊, 扶叉就不高兴了, 哼, 寡人起间宫殿这么小的事, 你偏偏要说到会忘国, 这两条大柱分明是勾钱一番好意, 他自己不舍得用来为孝敬寡人, 上国就不可以危言耸听, 好了, 好了, 寡人自有主张, 上国那些多言了, 不止水就没到办法了, 只好翻翻车, 哈哈, 各位, 这两条柱呀, 整百几石墙, 整二十人抱都抱不上那么粗的, 那你们说, 用这两条柱, 那间宫殿要建多大呢? 那只是两条柱又不够的, 还要找其他的东西的, 那为了要和这两条大柱登对呢? 吾黄扶叉呢, 又派出大批官员, 独促百姓上深山找木材, 只是找木材而已, 续续找了三年, 然后要开工, 开工呢, 又一路做, 做了五年才建好座宫殿, 这座宫殿呢, 就厉害了, 它是建在孤苏山上, 那站在这个宫殿的楼顶呢, 离山脚足足有三百丈高, 就可以望到周围二百里的风景, 那未建宫殿之前, 孤苏山是有九条小路上山的, 那现在要建这么大的宫殿在山顶, 就将九条小路, 加阔成大路, 来到方便吾黄上下山, 那这座宫殿呢, 就叫做孤苏台, 为了建孤苏台, 真是劳民伤财了, 白色日夜开工, 浮叉地一里吹速, 就快点起好, 那些监工呢, 就如狼似虎, 动不动拳打脚踢, 来吹速那些百姓赶工, 因为起孤苏台, 就不单止国库就用了一半, 老百姓呢, 亦死伤无数, 那真是搞到国库空虚, 万民怨恨, 民众这条计, 就果然应验了, 勾钱又问, 那下一步又怎么做好呢? 民众就说, 浮叉既然建好宫殿, 一定在宫中尋欢作乐, 现在就立刻要找那绝世佳人来迷惑他, 使他神魂颠倒是非不分本末倒置, 勾钱又想下令, 在全国来来挣扎美女, 民众又说, 大王, 现在越国虽然已经整治了几年, 这元气还未完全恢复, 如果出告示来到挣扎美女, 必然会惊动百姓, 民心不安, 不如就请大王派出宫中近臣, 去民间私房, 要找到那些真正貌美, 而又忠于越国的人来, 再从中挑选一两个去, 就足够了, 欧钱就在宫中派出一百名侍臣, 去全国到处来到私房, 作促找了半年, 就找到有二十位美人, 个个如花似玉, 欧钱就派民总和樊麗两个去挑选, 在二十个美女里面, 又选中其中最美的两个, 这两位呢, 就是天下文明的美人, 西施和郑旦, 直到现在, 民间有时讲笑, 都说, 哇, 这个人比西施更漂亮, 西施是不是真的漂亮得这么紧要呢, 现在没人见过, 到时候没得拍照, 没得留下来看, 不过一路相传, 都是说西施是漂亮得没得弹的, 那照顾都说真的挺漂亮的, 西施就是住在柱罗山下, 是一个斩柴的农夫的女儿来的, 柱罗山在山脚有两条小村庄, 一条小村叫西村, 一条叫东村, 这两条小村落的人呢, 很多都是姓施的, 那位美人西施, 他本来呢, 是姓施的, 因为住在西村, 故此呢, 人人就叫做西施, 正丹呢, 也都是住在西村, 和西施呢, 住在旁边的屋子的, 那据传说呢, 就说西施和正丹呢, 两个一样那么漂亮啊, 平日呢, 两个人好倾谈得来的, 两个就出商入队, 日日都一起在江边来到缓沙的, 正所谓红颜花貌, 教上映法, 如并低附庸, 越黄勾淺, 在全国的美女里面来挑选, 选中了西施和正丹, 两位美人, 勾淺就叫范蕾, 每人送一百两黄金给他家, 就征召了这两位美人来京城, 西施和正丹呢, 本来就是绝世佳人来的, 经过范蕾一打扮, 就更加不得了了, 真是好像天上的常鹅一样, 越过的老百姓呢, 听闻越黄, 找到两位绝世佳人, 个个都想见一见, 开眼界了, 范蕾呢, 就将西施和正丹, 留在城门外面一间行馆那里, 又出了个告示, 凡是出一文钱, 就可以在楼下望一望两位美人, 一传出去而已, 京城的百姓, 连在外面住得很远的人, 都涌光过来, 要见一见这两位美人, 那么西施和正丹呢, 就盛装打扮, 站在角楼上面, 倚着栏杆, 微微笑望下来, 哎呀, 竟然一笑傾盛, 在下面望上的人, 有些看得眼都静了, 有些连透气都静不了, 有些就赞不绝口, 哎呀, 哎呀, 真是神仙下凡, 哎呀, 人间有这么靓的女子的, 一年三日, 人山人海, 虽然每人只收一文钱, 但是积小成多, 三日就收了一大笔钱, 范礼呢, 就拿来通通交缴国府, 到第四日, 月王勾钱, 亲自来迎接这两位美人, 搬去另外一处邱静的地方来住, 就派乐师, 去教他们两个唱歌跳舞, 又教他们皇宫的礼节, 哎呀, 足足教了三年, 那西斯和郑旦呢, 本来就很漂亮的了, 真的站在那里就已经很够漂亮的了, 再加上三年学习唱歌跳舞, 学习礼节, 就更加疑太慢千锋道迷人, 于是欧钱呢, 就派六个美人做他们的侍女, 就叫范礼, 带着西斯和郑旦去到吾国拜见吾王, 范礼就对付叉讲, 东海小臣欧钱, 感激大王的大恩大德, 在越过, 找到两位能歌羡慕的绝世佳人, 特意送来服侍大王, 那个吾王扶叉一望下去, 哎呀, 当堂好像喝醉酒, 又好像在做梦那样, 眼都定了, 不懂得说话, 一年吐了几口大气, 然后才自言自语说, 天下间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女子, 寡人不是发梦啊嘛, 吾王扶叉就正在神魂颠倒, 上国五子须就上前圈奸, 大王, 勾钱送这两个美人来, 是想迷惑大王, 容心好狠毒啊, 大王, 夏朝的妹喜, 殷朝的坦己, 周朝的煲齿, 都曾经搞到过破均亡, 大王, 千万不要这两个人啊, 扶叉那时呢, 已经如痴如醉, 听到五子须减说, 我十分素兴了, 哎呀, 老相过, 你不要说那些不近人情的说话啊, 这么漂亮的美人, 哪个不爱啊, 勾钱能够将这两个绝世佳人送礼, 正是说明他一心忠于寡人, 哎呀, 相过, 你回家, 你休息一下了, 休息一下了, 寡人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那是因为西斯和正弹都是这么漂亮的, 所以的吾皇父参, 就对两个都十分宠爱, 将西斯就安置在山上的沽桑台, 将正弹就安置在京城的皇宫, 过了一轮了, 因为西斯就更能够讨好腐叉的欢心, 慢慢腐叉就宠爱西斯多些, 那正弹来了吾国没多久, 就得了个病, 心情又不多好了, 只是过了一年左右而已, 就死了, 傅差亦十分伤心, 将正弹安葬在黄茅山那里, 还立了个池塘来制制正弹, 那正弹死了, 从此呢, 傅差就日夜迷戀西斯, 省里面的皇宫连翻得不翻下去, 干脆就住在沽桑台, 那傅差呢, 还陆续收缩宫殿, 在凌岩山上呢, 他见了一座叫做蛙宫, 这座宫殿呢, 就与众不同的, 供殿丢凋粮玉妻, 金碧威黄, 那就不在话下了, 他还有一样特别的, 他弄了一条很大的走廊, 叫做响蝶蝠, 又为什么叫做响蝶蝠呢, 蝶呢, 就是鞋的名称, 就好像现在的木剧, 剧板, 底下也很硬, 蝶呢, 就是走廊的蝶, 那这条走廊呢, 他很古怪的, 你走过去, 这个脚步声呢, 就特别响的哦, 原来呢, 傅差呢, 叫人将地下滑空了它, 放入一排一排的大摁肛在那儿, 摁肛上面呢, 就铺上坚硬的厚木板, 那然后呢, 就叫西斯带来那帮工女, 穿上硬底的鞋在上面跳舞, 就好像在大鼓上面跳舞一样, 就发出清脆的脚步声, 节奏分明声音乐耳, 故事呢, 按个名叫做响蝶狼, 传闻呢, 现在灵岩指, 原照塔前面的小邪狼, 就是当年的响蝶狼, 包括事隔二千多年, 救力沧桑, 现在那里, 把出力吞都不会响, 那在灵岩山上呢, 还有西斯种河花的池塘, 叫做焕花池, 有西斯赏月的池塘, 叫做焕月池, 山上有个井, 井水清洁见底, 那个西斯呢, 就很喜欢坐在井边, 将那个井呢, 当镜来梳妆打扮, 那个吾黄腐叉呢, 亲自站在旁边, 为西斯来梳头, 故事这个井呢, 又名吾黄井, 那山上有个山洞, 又很阴凉的, 西斯呢, 又喜欢在头梁, 后人呢, 又称这个洞做西斯洞, 那扶叉为了讨好西斯呢, 又在郡城, 开着了一条河, 由南到北就很长的, 扶叉和西斯呢, 就坐上一只大船, 在游河来观赏两岸风光, 又在城南呢, 开逼一个专攻扶叉和西斯, 去打猎用的游猎之所, 就叫做长洲远, 到夏天, 扶参呢, 就跟西斯, 去到风景秀丽的西洞湖的南边, 那里备暑, 那里呢, 就叫做萧霞湾, 又为了讲究饮食, 还专门建造那些, 那些养鸡的地方, 叫做鸡城, 养鸭的地方, 叫做鸭城, 养鱼的叫做鱼城, 煮烧酒的就叫做酒城, 啊, 这个扶叉呢, 他讲究享受穷车恶极, 比较中原的诸侯, 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年四季, 他一夜就陪着西斯到处游山换水, 身边呢, 就总是带着大批乐宫, 和歌舞的美人, 那朝中的大臣呢, 就只有个白痞, 和大夫王孙雄, 就时时跟随左右, 那其他的文武百官呢, 就一概不接见, 连上国五子衰, 想求见扶叉一面都挺难, 那月王勾钱呢, 那时呢, 已经复位六年了嘛, 日夜心急就等候机会报仇的嘛, 见到扶叉重行西斯, 不理国事, 就有点心急了, 就去问民总, 几时可以报仇呢? 民总就说, 未到时候, 吾皇虽然是昏庸无睹, 但吾国的国力未须, 我们越国, 未有来人家对手, 大王千万别心急, 用心整治国政先啊, 勾钱呢, 就只要忍着气, 迷头去建设越国, 果然, 吾皇虎叉呢, 虽然你是迷戀西斯, 不理朝政, 但是呢, 有个商国五子衰在那儿, 所以吾国呢, 依然保持强大, 那时呢, 南方的霸主楚国, 已经被吾国打到几乎网国, 元气大伤, 中原霸主晋国呢, 由于内部六个大夫互相争权, 发生内战, 自顾不下, 晋国的霸业呢, 已经日渐衰落, 中原大国的大国齐国呢, 自从上国硬子死了之后, 国家也日渐衰弱, 虽然齐国地大人多, 只已经无所作为, 所以呢, 在当时呢, 吾国就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那年, 那年, 齐国和老国不和, 齐国国军呢, 就向吾皇符叉借兵打老国, 那这个符叉呢, 一心想当霸主的, 即刻就答应出兵, 老国呢, 也知道吾皇符叉要帮助齐国出兵, 当堂就放起上来, 立刻派人送礼去向齐国认罪求和, 那齐国就见到老国已经认错求和了, 又受了份厚礼, 就不想去打老国了, 但是又已经约了吾国出兵了, 怎么办呢? 就只好派大夫送礼来吾国求见扶叉, 就说老国已经认错求和, 不用劳驾带王出兵了, 哈哈, 请神容易, 送神难过, 那个扶叉就乘机勒索, 哦, 什么你们齐国, 当我们是属国, 当寡人是奴博啊, 任你支配的吗? 你一时就请寡人出兵, 一时又说不用, 出义反义, 好了, 寡人这回不想去打老国了, 寡人亲自来齐国, 来请问一下你们国君, 为什么变来变去来弄寡人? 跟着这个扶叉就赶走了齐国的侍者, 即刻起兵去攻打齐国, 那那个老国呢, 见到吴国去打齐国, 对了, 他即刻又送礼来, 又出兵来, 就聚在吴国一起去攻打齐国, 齐国这回呢, 就真是引狼入室了, 请吴国来帮手, 结果呢, 给他找一个藉口来打自己, 扶叉亲自带兵打入齐国, 讲明为攻入京城, 惩罚齐国国君, 搞到齐国乱了, 那时齐国的大夫, 陈恒, 就乘机杀了齐国国君, 向吴国来扣和, 愿意世世代代臣服吴国, 做吴国的属国, 扶叉这回不费力气, 居然连个中原大哥, 当年的霸主, 一下子收服了来做熟国, 扶叉就更加心满意足了, 日夜和西施在一起, 再不愿上朝办理国事, 可上国五子虽见都这样, 就十分担忧, 三番四次去求见, 扶叉都不肯见他, 又过了一年, 越国遇上天灾, 谷米欠收, 大夫民总对欧钱说, 大王, 国以民为本, 民以色为天, 今年谷物欠收, 不如就请大王, 即刻送一批贵重的厚礼, 给他太宰白癖, 叫他去说服服差, 借一批谷给我们, 那既可解我们的饥荒, 又可以抽空吾国的仓库, 一举良得, 勾钱就立刻派民总, 带一份厚礼去见太宰白癖, 太宰白癖首份礼之后, 就立刻带民总去姑苏台, 来拜见吾皇, 民总就对吾皇附差讲, 越过今年遇上灾坊, 百姓饥困, 饿死无数, 望大王能够振曼石谷, 来到解救百姓, 明年谷属一定奉还, 扶差就说, 哦, 越王臣服于吾国, 那越国有难寡人, 怎能就手旁观啊, 好吧, 就撥一万石谷借给你们看吧, 第二日, 五子虽知道越国来借一万石谷, 立刻就赶去姑苏台见吾差, 就对吾差讲, 大王, 千万别上当啊, 神已经打听到, 越国虽然天时不整, 但是未至于成灾, 他来借一万石谷, 是故意想整空我们的仓库而已, 这条计好狠毒啊, 大王, 越国这几年已经逐渐轻盛, 今日之世, 不是吾国灭越国, 就是越国灭我们吾国, 大王, 怎么都不能够将谷米借给他啊, 哎呀, 商国, 你真是多心啊, 欧钱在吾国做了三年怒保, 天下诸侯又哪个不知道啊, 寡人赦免他回国, 这么大的恩典, 欧钱明感在心, 个个月都进贡不拙, 怎么说背叛吾国呢, 大王还未知啊, 欧钱回越国之后, 十分勤奋, 爱护百姓好得人心, 最近他到处收罗武士, 一心要报仇, 大王如果将一万石谷借给他, 那就只是帮助自己的仇敌, 来攻打自己的而已, 吾皇扶沙还是不听, 他说, 哎呀, 欧钱你已经清晨, 做臣下的, 不是那么容易就攻打国军的, 大王当年汤佛杰, 武王佛咒, 那又不是以臣下来讨佛国军, 旁边的太宰白痞听到这里就插嘴了, 上国敢说法就过分了, 大王是个仁义之君, 你又怎么能够将大王和杰王奏王, 来相提并论呢, 当年齐缓公称霸, 就是因为能够帮助小国, 何况现在越国不过来借谷, 明年就还, 于吾国无选分毫, 又可以有得于越国, 受天下人赞颂, 那何乐而不为只能够啊, 乎差听到白痞这么说, 就更加抓定主意, 不理五子税, 立刻召见民总, 就对他说, 刚才上国反对借谷给你们, 寡人一心要帮助你越国渡过难关, 那明年, 明年你们一定要还谷, 谷来切勿失信啊, 民总一边叩头, 一边发誓, 明年一定还清, 好了, 这回呢, 民总就借了万石谷, 用船就运回越国, 越皇勾钱就十分欢喜了, 立刻将万石谷, 就上至你国中比较贫穷的百姓, 越国的百姓个个都感激不准, 到第二年, 越国大丰收啊, 勾钱就对民总说, 今年我们谷物丰收, 如果不将万石谷, 还给吴国呢, 又失去信用, 只如果还给他, 那就有利于吴国, 就有选于我们吧, 大夫以下如何呢? 民总就骑骑声笑, 太王, 神早已安排妙计啦, 大王放心啦, 于是民总呢, 就下令, 找一万石梁种谷来, 那粒谷呢, 都又大粒又壮的, 他先将那些万石谷, 通通蒸熟了他, 然后又晒干嘛, 好了, 晒干之后呢, 就将那些万石谷呢, 亲自带吴国来建福叉, 再三表示感激吴国, 又说呢, 这间呢, 就将越国最靓的谷米来到上环, 那个吴皇符叉呢, 见到这次还那些谷米, 那一笋都这么漂亮的, 心中就十分欢喜, 就叹了口气, 哎呀, 勾钱是真是一个手信用的忠厚之人, 那个吴智瑞呀, 整日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福, 你看一下, 勾钱不单于如素凤环, 还挑选过最好的谷来还给寡人, 那吴皇符叉就收回谷之后, 见到这些谷那么漂亮, 就下令呢, 就将这一万石谷, 拿来做谷种, 哎呀, 惨了, 惨了, 这一万石谷是精熟了的嘛, 你拿来做谷种, 哪里有和生的, 那年啊, 吴国一粒谷都没得收, 全国大饥荒, 好在呢, 一来还有些职传, 二来就兵多帐广, 到处去抢去者, 练强就维持了过去, 这吴国的百姓呢, 就不知道这条是文种的独计来的, 以为是水土不合, 所以才没有和生呢, 所以就人人怨恨吴皇符叉, 说他乱出主意, 硬将越国的谷种拿来种的故事, 搞得过得不收, 那时呢, 越皇勾钱, 见到吴国大饥荒, 又想出兵来攻打, 民总又劝着他, 大王, 时机还未到, 吴国虽然饥荒, 人心怨恨吴皇, 但是吴子衰还未死, 百姓还是好服吴子衰, 而且此人用兵如臣, 我们不是他对手的, 大王, 现在我们就要加紧训练兵马, 等时机一到, 我们才攻打吴国都未迟, 于是那个民总, 同范离呢, 就到处请能人回来训练士兵, 那时呢, 在楚国, 有个人叫陈茵, 因为杀人犯罪, 就走了越国来到避难, 范离呢, 就知道他是个神战手来的, 他的手战法很厉害, 就收留了陈茵, 还派三千军事, 跟陈茵来到学射战, 那个陈茵呢, 还发明了一个连路之法, 就是呢, 一次可以安上三支战, 三支战呢, 连续射出去的连环战来的, 那陈茵呢, 在越国就教了三个月, 那三千军事呢, 日夜苦练, 刚刚练好守战法了, 那陈茵呢, 就得了个病, 就死了, 越皇勾钱, 十分伤心, 用后礼来安葬他, 还将安葬他的座山呢, 就改名叫做陈茵山, 来到纪念他, 茵礼呢, 又请到明师, 回来教士兵, 用话击长矛, 那来越国的兵力呢, 就大大加强了, 那边吴国呢, 那个上国五子水, 虽然是屈屈不得知, 受吴王府差的冷落, 但是他到底就是个上国, 日夜牵挂着国家大使, 他整天都派人到越国来打探军情, 知道勾钱偷偷地练兵, 又抗充军马, 五子水就去求见腐叉, 腐叉最初还不肯接见他, 这位路上国五子水, 一边流着眼泪, 一边大声喊着, 硬硬冲入姑姑台, 一对腐叉说, 大王不信勾钱忠厚, 其实勾钱和范礼, 日夜还要练兵, 现在无论长矛话激, 强攻硬战都已经十分精良, 日有机会, 越军就被攻打过来, 我们措手不及, 必定无法抵挡, 那时就舍职难保的了, 大王如果不信, 即刻派人去越国打探, 如果没有这种事, 神就甘受欺君死罪, 福叉竟然说得这么认真, 亦有点怀疑, 真是派人去越国打探, 果然越皇勾钱, 偷偷在这苦练兵马, 福叉就即刻找白痹来闹, 越国既然已经臣服 为什么还要训练兵马 分明是有不鬼图谋 太宰知不知道 白癖也害怕了 他就立刻为勾钱解释 大王请息怒 越国因为得到大王赏赐他的土地 他不连得多兵马 又怎能守住姜土呢 大王不必多疑 知那个扶叉 越想越觉得不对路 他就听从五指须的劝谈 那算出兵讨伐越国 吾皇扶叉 刚刚准备亲自带领兵马去攻打越国 哈哈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救了越国 真是整定勾钱大命 那么哪个人这么大本事 能够救到越国呢 原来是孔子的学生 子贡 子贡 为什么无端白事会救到越国呢 这里呢 又要补说几句了 那大家都知道了 齐国和老国是一向不和的 齐国呢 因为上次啊 那个老国呢 就跟上吾国一起攻打他 就一直怀恨在心啊 想报仇啊 现在呢 就在汶水的地方 驻习大军 准备去攻打老国来到报仇 那时候呢 孔老夫子又还没死啊 那知道这个消息呢 就惊得上来 老国是自己父母之国 国家有难就不可不救啊 孔老夫子呢 就派他那个最得意的门生 就叫做子贡 去齐国来到劝齐国 不要打老国了 齐国那时候呢 最有权势的 是上国陈恒 这个陈恒呢 本来呢 是姓田的 就是田地的田 古时呢 田字 跟那个陈字是通融的 所以呢 又叫他陈恒 陈恒这个人呢 是齐国的相国 此人就最会收买人心的 他处处都给老百姓一些小恩小惠 人家做生意呢 就肯定是借百斤谷给人 就连本带来就收回百二斤 来赚的 那个陈恒呢 就反过来吧 他借粮食给穷人呢 借百斤出去 收回来的人呢 只收回八十斤就算了 故此的穷富百姓呢 就个个当他是恩人的来拥戴他 齐国大拳呢 慢慢呢 就掌握在上国陈恒的手上 那孔子这个学生 子公呢 他屈指是最擅长的 能言善变 死都讲生曲 就可以讲直的 子公就为了救老国 就去齐国 求见相国陈恒 那陈恒呢 就明知道子公呢 就是为老国来到讲情 所以就故意摆起了架子来来接见子公 一见面就说 先生这次来 无非是为老国讲好话的 子公呢 就好严肃地说 非也非也 我是为了齐国而来的 听闻上国派人去攻打老国 老国是个难以攻打的国家 上国何必将矛头指向老国呢 那陈恒一听 他假装笑了 哈哈哈哈 老国又怎么算个难以攻打之国呢 子公就说了 上国 老国城池单薄 户城河又浅又窄 国君软弱 带臣无能 持兵又未经战阵 不堪一击 故此 我说老国呢 是难以攻打 如果为相国着想 不如去攻打 吾国就上策了 吾国城池坚固 沪城河又阔又深 兵多将广又久经战阵 打老国就不如去攻打吾国好啊 那位齐国的上国陈恒一听就火了 登大双眼来说 喂 我没那么多时间来听你在说颠三堵四胡说八道啊 说完就想赶子公轻 子公呢 望了几眼 陈恒一左右随从 然后就说 上国不那么急着 我这么说自然有道理的 不过在这里说就发不得方便而已 陈恒听见这么说 知道子公话中有话 就下令左右退下 子公就对陈恒说啊 上国为尊世大 之树大招风 齐国朝中 难道个个都禁服上国 特别上国 现在派国书和高毛匹来当大将 去攻打老国 这两个人 同上国争拳 水火不相容 这件事是人所共知的了 现在上国派他两个去攻打老国 那真是太山压顶 一定马到功成 打败老国就轻而易举的事 到时 国书和高毛匹就立下大功 势力必然更大 上国要对付他两个 就怕不是那么容易 为什么上国不派他两个去攻打吴国 吴国打仗是素来凶狠 他两个如果跟吴国交战 就算不死也一定有牌都不回来 那上国就可以独揽齐国大权 上国为什么不想到这点呢 那个陈恒一听 句句都说到入心 立刻站起身来说 多谢先生次教 不过现在大军已经驻习在问水 那无端白事 又怎么叫他两个和吴军来交战呢 子贡又说了 有办法 上国只要说 现在吴国正是准备攻打齐国 就下令大军按兵不动 留在问水 那我就自然会吴国 说服吴王扶叉去救老国 那那时呢 齐国和吴国两国就必然起冲突 就可以引国书和高无碑 来和扶叉交战了 陈恒听到这样 那个十分欢喜 立刻按子贡的计谋行事 就下令大军 习在问水 不要去打老国 要提防吴国入侵 那个子贡呢 就留夜赶去吴国 就拜见吴王扶叉 对扶叉说 吴国和老国曾经联合攻打齐国 齐国现在恨吴国恨入骨髓 已经召集大军 集在问水 准备灭了老国 就跟着来攻打吴国 来保守 大王不如先下手 趁着齐国没有防备 去攻打齐国 那又不单止老国感激大王 而且打败了齐国 那又连晋国也都怕了吴国 那大王的霸业就可成了 胡叉就说 齐国上次拜在寡人手上 他曾经答应 世代清晨服侍吴国 而现在都还没见他来朝宫 寡人亦想轻思问罪 不过 现在越国正是要练兵 又不轨逃谋 寡人想先灭了越国 然后对付齐国 那亦为时未晚 子供听到这么说 说要灭了越国 然后才去打齐国 那心就想 那又不行 怨水又不够近火 等吴国去灭了越国 那齐国早已经攻打入老国 那子供就说 大王 现在去打越国 就不是时候 越国不过是一个小国 灭了他 也没什么大好处 如果打败强大的齐国 就不同了 不但狡击多 而且必然震惊天下 大王既然对越国不放心 那神可以去越国 将越王勾钱带来见大王 叫勾钱带来越国的兵马 跟随大王去攻打齐国 那大王就可以放心了 扶岔听到这么说 一想 是吧 是吧 一举两得 如果越国的兵马来 那既可以帮寡人去打齐国 又不用再怕他造反了 吴王扶岔 就答应了子贡 就叫子贡 再去越国来见勾钱 那越王勾钱 就知道子贡 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 又是专门游说国国 交游广阔的人 无端白事来越国 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勾钱就派人出城三十里 公公敬敬来迎接子贡 请子贡住在接待贵宾行馆那里 勾钱用亲自登门拜访子贡 就对子贡说 帝国偏僻 先生这么远路来到光临 不知道有什么指教呢 子贡就说 我是来吊祭大王的 勾钱一听 是说来吊祭自己 当堂就打个凸 这个勾钱为人 就很有诚苦的 是深藏不露的人 他就装作镇定 笑笑口说 跨人听闻 和语福为论 和福是相连的 先生今天来调制寡人 但是寡人有福 请先生指教 大王 神昨日拜见过吾王 想请吾国去攻打齐国 来救老国 知道吾王怀疑 越国练兵作反 已经决定来攻打越国 故此特来报给大王 知 欧钱一听说吾国出兵来攻打 吾到云拍都不齐 即刻跪下来求子宫 请先生无论如何 要想办法救救我们越国 子宫就说 吾王扶叉这个人 娇惶傲慢 喜欢听阿尔奉承的说话 太载白痞 贪男又善于逢迎 大王不如就用重金收买白痞 叫他在吾王面前多讲好话 然后大王将国中真宝 欠给吾王 大王再亲自统领军马 跟随吾王去攻打齐国 那如果吾国打输了呢 那国力虽美 如果吾国打赢了呢 吾王扶叉就必然更加娇惑 马上就会跟进国来争霸主 这样越国就有机可乘 勾钱听到这么说 哎 才整个定位下来 再三拜谢子宫 这次如果不是上天帮助 先生能够亲自来越国指点寡人 我们越国从此又是淪亡的了 那各位子宫呢 见完勾钱之后 即刻又回来报给扶叉厅 说越皇勾钱 知道大王怀疑越国之后 十分惊恐 即刻要派侍者来拜见大王 过了几日 越国大夫 民总就来拜见吾王 带着大批厚礼 连国富珍藏的越国镇国之宝 以前越皇收藏的盔甲和长矛宝剑都拿来送给吾王 民总还就上 他说东海战神勾钱 蒙大王不杀之恩 感激万分 为了报答大王恩典 太小臣将先皇珍藏的盔甲二十户 同镇国之宝 屈奴长矛 曝光宝剑献上 又知道大王要轻施佛齐 故此勾钱训练了精兵三千 准备供大王驱使 勾钱愿意亲自为大王当马前小出 为大王冲锋陷阵 死而无怨 那个富珍听到敢说 心都开了 啊 寡人几乎错怪了勾钱 原来他练兵是为了给寡人用的 勾钱真是有信义之人 那个子贡就乘机插嘴 大王 勾钱到底是一国之君 大王不如就调他那三千精兵来都用 留回勾钱在越国 免致租人议论吧 吾王扶叉就听从了子贡的说话 就吩咐民总 勾钱就不用来了 叫派的大将带领三千军马来就行了 子贡呢 见到吴王扶叉已经决定不去打越国 先去攻打齐国 那么老国之为就可解了 子贡就满心欢喜 就离开吴国 他跟着呢就走去晋国 对晋国的国君说 现在吴国就准备攻打齐国了 这回齐国呢就必定不是吴国的对手 吴国打败了齐国之后 跟着就会来跟晋国争霸的了 你们要及早准备呀 晋国听闻这个消息呢 一方面就好感激子贡 零方面就即刻下令准备兵马 防止吴国入侵 就是这样 孔夫子这位学生子贡呢 就靠他一把嘴 就不单止救了路国 还顺带救了越国 那么春秋战国时代呢 这种所谓碎客 就靠了一把嘴 转到各国游说的 他抑起好大作用的吧 那么这回呢 胡叉呢 就听了子贡的说话 决定先打齐国 即刻就征集全国十万大军 准备出征 越国呢 抑拜了个将军 带领三千军马来到吴国 这位吴王胡叉呢 一心想当霸主 所以这次呢 就亲自带兵去打齐国 但是呢 他就依然流暖西斯 不舍得分开 只是带兵出征 带了那位美人去 郡中牢碎 又怕美人辛苦 那位吴王胡叉呢 就在边界 收捉了座宫殿 在宫殿附近呢 遍地种了吴铜树 那间宫殿就按个名叫做吴公 就接着西斯呢 去那里避暑 在那里等他 等他打完齐国了 就回来吴公和西斯一齐 那时吴国的商国五子须 知道胡叉出兵打齐国 又是上朝来难阻 大王 我们心腹之患是越过 齐国离我们这么远 未至于危及吴国安全 大王今天出兵十万 行军千里去攻打齐国 放过了身边的豺狼 恐怕齐国没打败 越国的祸害就到来的了 扶插一听 当堂反面 停 华人正准备出兵 你个怒而不死的老惨 居然说了这么不吉利的说话 阻撓大军起程 你你你 你该当何嘴 跟着 胡叉赶了五子岁出去 就叫太宰八匹进来 想立刻就杀了五子岁 太宰八匹这个人 是老奸巨惑的 他知道五子岁 在吴国就十分有威望 杀了五子岁 朝中不复 百姓会造反的嘛 八匹就说 大王 五子岁是先王的老臣 现在杀了他 就怕不多妥 不如就派他齐国下战书 在战书中 有意侮辱齐后 那齐后一定发火 自然会杀了五子岁 那借齐国之手来杀了他 那你一举良德 符叉就十分赞赏 立刻叫人写了封箭书 哇 那封箭书啊 不单只逐条来数齐国的罪状 真是连祖宗十八代都骂了 一心就想激怒齐后 等他杀了五子岁 那五子岁 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一听见叫自己当事者 去齐国下战书 心中已经明白 扶叉要杀自己了 哎 自己呢 随随路易 一死何足色啊 只不过可惜的就是 吾国大好江山 从此就归越国所有了 吾智随心如刀割 这君命难违 他就偷偷地带上的子 吾峰 两父子就一起去齐国 到齐国之后啊 情上见书 齐国国君一看 吾到双眼无火 头顶出烟 气游此以来 两国相争 最多就兵戎相见的 没见过有敢来 都侮辱国君的 立刻下令 斩五子岁 齐国有个大夫 叫做包式 他立刻上前 劝谈着说 主公 五子岁不能杀 五子岁是吾国有名的忠臣 受天下所敬重 吾王扶叉 因为听信白批 故此和五子岁君臣不和 今次派五子岁来下战书 分明是想借主公之手来杀了五子岁而已 主公又何必担受杀害终臣之名呢 应该用后礼来接待他 放他回齐国 等他们齐国中间互相攻击 军臣上下不和 那就有得扶差 自己承担杀害忠良的罪名好了 那齐国国君一想 是吧 立刻就用后礼来接待五子岁 就约好在三月底 和吾国决战 原来这位齐国大夫包式 和五子岁是好朋友来的 平日虽然很久都没有来往 但是包式呢 一直都敬重五子岁为人 故此呢 今天包式就极力劝 奸着齐国君一心要救五子岁 那晚 大夫包式呢 就偷偷去行馆来会见五子岁 包式又再三问及吾国的事 又问五子岁今后怎么打算呢 五子岁呢 路里中横一言不发 日美摇头叹息 坐了一阵 五子岁就对包式说 哎 国家大事 你我国为其主 就不必多谈了 我有件事拜托你 我个儿子五风 就交托给你了 从今就当你是他兄长 他也改姓黄孙 就叫做黄孙风 以后再不好姓五了 那位大夫包式一听 哦 原来五子岁已经决定 用一死来圈奸五王 这回五子岁回到五国 就必死无疑的 故此将个儿子改了姓留在齐国 想保留回五时的香火而已 包式就立刻答应了五子岁 收留了五子岁的儿子做他弟弟 那晚 五子岁父子分手 生离死别 那宗苦处一言难尽 这儿就不多说了 再说回吴王符叉 他又派五子岁去齐国之后 以为从今以后就少了 这个二老卖老的老家伙 在身边哭嗦了 当堂整个人都舒服了很多 那天 符叉就在姑嫂台那次喝酒 喝一下就多少有点醉意了 就博在桌上盏着盏着 发了个梦 突然间就醒 立刻就召太宰白披入来 就对白披说 华人刚才发了个梦 十分离奇 梦见入到张明宫 见到有两个锅 开始煮饭 一尾开始出气 煮极都煮不熟 又见到有两只黑色的狗 一只向南边吠 一只向北边来吠 又有两把铁钞 插在墙上 又见到有点水 咳咳声流入宫殿 又听见后宫 叮叮当当在着响 那些声音 又不像打钟 又不像打鼓 声音很刺耳的 走到出来前边的花园 什么树都没了 只有一棵梧桐树 打横生出来 太宰 你为寡人解核 这个梦吉凶如何